近年来,印尼的毒品犯罪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每年有近千名青少年沾染上毒液。 为了帮助这些吸毒者彻底的戒除毒瘾,印尼戒毒委员会从2012年开始试运行一项新的戒毒方法,专门针对后戒毒期。 在项目运行近一年后,8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这个新的方法进行了考察业手。 有研究结果表明,从戒毒所出来后,大约有10%到20%的人会再次沾染上毒瘾,因此后戒毒期的持续治疗被认为可以大大降低复息率。 从2012年1月开始,印尼戒毒委员会与当地丹柏林自然保护区合作,将一些处于后戒毒期的戒毒者安排在这里进行劳动。 我现在是在丹柏林自然保护区,可以看见现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农场是用来供给给丹柏林的工作人员的日常所需,而对他们进行饲养是戒毒者每天的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吉哈来自印度,他10岁就来到印尼贩毒,渐渐地自己也沾染上了毒瘾。 现年31岁的他在21年间已经挤进挤出戒毒所了。 这次来到丹柏林自然保护区进行后戒毒期治疗已经有一个月。 吉哈告诉记者,他觉得后戒毒期非常重要,这就好比一个人生病了,在住院治疗完了,出院后还有一个恢复期。 如果恢复期没有调理好身体,很容易旧病复发。 据悉,目前在丹柏林保护区共有40名戒毒者,他们根据毒瘾程度和恢复情况在这里待一个月到一年不等。 与戒毒所不同,在这个阶段,他们可以接触社会,逐渐找回认同感。 同时,他们又形成了一个群体,可以互相帮助克制可能复发的毒瘾。 经过近一年的试点,目前这个方法将10%到20%的复息率降到了5%。 非常有效果。